嗨,各位好啊 今天來跟各位談這個東西 登登 衝鋒槍套件 它其實裡面是一支手槍喔 我們就拿另外一支手槍 給各位做對照 它就長這樣子 裡面就是一支手槍 在裡面 那你會想說 這手槍這樣很方便啊 像比如說我們在 在使用上彈匣之類的啊 等等的 你會覺得很方便啊 那幹嘛沒事 要不要搞成這麼大一支 好,告訴各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是因為 如果你發現你的手槍 是有這樣的問題啊 好,比如說像這種M9的話 就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的罩門 它是沒辦法做調整嘛 甚至就是在滑套上直接做絲 這樣子 那如果在它原廠在設計上 或是在內部槍管 有一些比較大的偏差 不是往直的 可能是往左往右 那當你想要調它的時候 它會沒辦法調 那或者是你想買一些 那個內紅點的一些 底板喔來 黏 黏上去來裝內紅點也沒辦法用 那怎麼辦 我建議各位就是這樣做 就是 從後這樣套件可以這樣搞 其中 因為它的準心罩門已經不準了嘛 那所以 在瞄準上 我們全部都靠 這個紅點 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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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取代到原來這個 這個準心罩門的一個作用 因為它 雖然它這樣 不管是原廠在製作的時候 有歪斜 還是說它沒有歪斜 但是 這個瞄準線 雖然是正確 但是這個槍管可能會有歪斜 造成你 即使看起來 瞄準線是那個方向 但打出來都是別的方向 比如偏左偏右啊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 可能就是往 用內紅點的方式去進行 那如果內紅點就像這種東西 沒辦法有 做內紅點底板的話 你的方法就是用 衝鋒槍套件來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 把這個內紅點架在它的 魚骨上面 你就可以做來 比較精確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因為它的槍比較短 所以我在瞄準線上 如果不加這個增高的話 我會變得很 頭也很難瞄準 所以我會加一層這個 魚骨墊高 那另外的話 它的操作都跟手槍一樣 你要做什麼 關閉保險啊 關閉保險啊 或是板機擊發 或是這個彈匣釋放 都是原來在槍針上的作用 那其中比較特殊是 在上彈的話 就是靠這個地方 來做上彈 一拉 它就上彈了 那現在沒什麼辦法 後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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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釋放 這樣脊椎在後 就可以準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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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的話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的魚骨在上面 所以當然就會比較 比如說 你們所期待就是 可能上面加很多東西 好 比如說加個槍燈 加槍燈 好 那這槍燈的話 因為你有內紅 有內紅點 所以變成你在做夜色的時候 內紅點可以引導你 然後你可能看一些比較 一些可疑物的話 可能做辨識 就開燈 好 這樣子也可以 那或者是 有的這種 槍燈它是有雷射的 那一樣可以裝上去 比如說裝在右邊 好了 好 好 確定要放下 所以它就有雷射 這個雷射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 可以 可以瞄準有雷射 外雷射 然後內紅點 然後還有燈 好 之類的 那在 其他的一個操作上 就跟一般你們在 換手槍的彈匣一樣 尤其是因為 他雖然是 很大一把 但是他的彈匣 還是一樣是 手槍的彈匣 小小的 你放腰間 要做 要做一些 上彈匣的動作 其實都很快 都很快 但是很快 相對於你拿那個 5.56步槍 那麼大的彈匣 要裝 會有一點 優勢 而且他就是一般手槍的尺寸 放腰間 那種 但下套就可以使用 好吧 那就到這邊結束 那還有什麼要特別講的 另外的話 如果說 因為手槍的程度 你覺得當太短 其實你還可以再利用它的優勢 就是 它有這麼多空間 你可以把內管 精密管 買一個長的精密管 然後再加外管 那就變成它的內管 就變非常長 在整個子彈的速度 就會變快 那會變得比較精準 這樣 或者是前面再加一些 原廠的 這個外管 可能有一點比較漂亮的 一種感覺 或是可以再加發光器 等等的 那當然先決條件 是你的原來的內管 原來的外管 是有螺亞的 如果說沒有螺亞的話 像M94買得到 有螺亞的外管 那就 繼續鎖 讓它能夠滿足這個 這個空間 這樣子 好吧 就這樣子 各位晚安 拜拜